在贫穷的印度,他过得像个皇帝,连剃须刀都是纯金打造,但谁也不会想到,不久前他还是一个住在贫民窟里的贱民,只能靠偷到度日,没人知道他的钱从哪里来,只知道突然有一天,他就拥有了花不完的金币,而他的秘密就藏在这座深山老宅之中。 就在几个月前,他违背了跟母亲立下的誓言,回到了那个被诅咒的村庄。 在这座阴森恐怖的老宅,他找到了身体已经腐烂但心脏还在跳动的哪,他被困在这里长达15年之久,身体已经和老宅子融为一体化成了树根,周围缠绕的已经分不清是血管还是藤条,拉奥唤醒了奶奶,此时的奶奶已经生不如死,村子的诅咒是真的,证明宝藏也是真的。 拉奥兴奋地仰天大笑,奶奶告诉了他寻找金币的方法,拉奥则放了一包,让狗活了上百年的奶奶怼意解脱。 这天大雨倾盆,拉奥终于推开了欲望的大门,他按照奶奶说的方法成功拿到了金币,回到家乡摇身一变就成了当地的有钱人,而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前往那个被诅咒的村庄,然后带几粒金币回来,随着他的金币越来越多,就连曾经的债主如今都沦落为他的债女,拉奥也渐渐奢侈起来,整日放纵自己。 这突然的报复终于还是引来了一个商人的注意,商人为了查清拉奥报复的秘密,于是尾随他来到那栋被诅咒的破败罗产,然后看着对方钻进了一股窟井,没过多久,拉奥就爬了出来,手里已经多了几枚金币,一夜报复的秘密终于被商人窒息了,等拉奥走远,商人就迫不及待地下井一探究竟,可越深入,这座窟井就越发感到阴朗,下到井底,眼前又是一口大井,上面封盖着棺材一样的石板,可金币的诱惑已经让他无法停下脚。 他用力掀开石板,用绳子继续滑下,可他发现涌道在渐渐变窄,温度也在逐渐升高,四周墙壁散发着微弱的红光,似乎在发出警告,绝对不能再继续深入,商人吓得手一松直接摔进井底,可他却一点也不疼,反而感觉地面软绵绵的,可他的身上却被恶臭的粘液搞得想要乳心作物,正当他要打退堂鼓时,一个铁盒子映入眼帘,难道金子就藏在里面? 商人满怀期待地将盒子打开,可里面根本不是什么金币,而是一个面粉做的娃娃,商人拿起面园一脸疑惑,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已经悄然来临,突然一个红影将商人扑倒,接着就传来他阵阵的惨叫声,而另一边的拉奥竟然没走,原来狡猾的他早已得知了商人的意图,所以他将计就计引他入井,拉奥等时间差不多,便再次进到井里,他看见商人已被嵌入墙体内,他被那东西咬得面目全非生不如死,就像当初拉奥的奶奶一样,听着对方吐火, 痛苦的哀嚎声,拉奥于心不忍对着他说了声,快睡吧,不然哈斯塔要来找你了,这句话仿佛咒语一般,商人立马沉睡过去,接着拉奥将事先准备好的面粉围着自己画了一个圈,然后站在面圈之中拿出面娃娃,随着一声低吼,哈斯塔现身了,他肌肉裸露奇丑无辱,却头戴滑贵金挂,身披大量手势,原来面人只要暴露在空气中就会引来贪婪的哈斯塔,他对面娃娃十分渴望,想伸手去拿,却像触碰到结界一样被烫回去, 原来哈斯塔受到众神诅咒证,不可以染指任何食物,但人类携带面娃娃视为主动供奉,只有供品他才可以吃,面对恐怖的哈斯塔,拉奥却一点也不怕,因为哈斯塔的克星是面粉,一旦触碰到面粉他就会消失殆尽,而商人因没有面粉的保护所以变成了哈斯塔的盘中餐,从此他也将会和哈斯塔一样,在无尽的岁月里忍受永恒饥饿带来的痛苦,拉奥将面人丢向远处,饥饿的哈斯塔一下子扑过去开始贪婪地咀嚼, 拉奥趁他吃面人时趁机揭开了对方的裤腰带,无数金币洒落了出来,这个时候拿金币动作一定要快,不然等哈斯塔吃完面,下一个目标就是逃金者,拉奥快速捡了几个金币然后准备逃走,可听到身后的惨叫声,他心软了,于是提起灯笼扔向了正在受苦的商人,帮他得到解脱,然后顺着绳子快速往上爬,另一边的哈斯塔已经吃完面人,他沿着墙壁开始追拉奥,不过拉奥的速度够快,先一步爬出井口,然后重重关上宝项, 即使锁住了里头的怪物,这就是拉奥每隔几个月就要做的事情,金币虽然是神灵的宝藏,却也来之不易,因为稍有不慎,就会获得和商人一样的下场,靠着从哈斯塔身上掏来的金币,拉奥继续过着富裕的生活,可随着年龄的增长,拉奥的身手已经渐渐笨拙,体力也已经大不如从前,最近几次更是空手而归,于是拉奥决定将自己的技能传授给他的儿子。